第五十一集 正规司马市 夏侯爸 你再去打探一下 看看诸葛亮到底死了没有 是 父亲 您不是根据各种迹象分析 诸葛亮肯定死了吗 不错 可是他万一诈死呢 咱们得记住上次的教训 父亲说得对 诸葛亮这个人诡计多端 咱们还是小心点好 快给我传行军司马召指 将军有何吩咐 我听说你会解梦 小的略懂一样 不知将军做的是什么梦 我刚刚梦见头上长了两只脚 您是说你梦见自己头上长了两只脚 那可是个大吉之梦啊 你这么说可有何根据啊 众所周知 麒麟和龙头上都有脚 这可是一个变化飞腾 大吉大利的吉兆啊 假如你的话真能应验 我重重地赏你 那我可就等着将军的奖赏了 废大吉大利的吉兰 我听说你刚才被魏将军叫去了 是的 他昨晚做了一个怪梦 叫我去给他解梦 他梦见自己头上长了两只脚 魏将军 哦 费尚书 有什么要紧事吗 丞相去世了 真的 丞相要将军断后 大队人马缓缓而退 那现在谁带丞相行事 张氏杨仪 而丞相的用兵秘法都受给了姜维 杨长氏命令你 严格按照丞相生前交代的办 这是兵符 丞相虽然死了 可我还在 杨仪区区一个长使 只配护送丞相的灵鹫入川下葬 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 这是丞相安排的 你别拿丞相来压我 我早就受够了 当初他要是采纳我的计谋 早就拿下长安了 如今我是征锡大将军 我怎么能给一个长使断后呢 将军说的也有道理 我马上去见杨仪 向他说明厉害关系 让他把兵权交给你怎么样 好 你要是能舒服杨仪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伟严拒绝断后的命令 看来他是想趁机谋反 丞相早就料到他去世后 伟严必反 我让你带兵符去见他 就是想试探他会不会马上就反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这就领兵护送丞相的灵鹫先行 让江维断后 是 马带来得正好 早上费仪对我说 他去选杨仪把兵权交给我 不知他为何还没带杨仪来交权呢 你上当了 我刚得到消息杨仪带着兵马 护送丞相的灵鹫走了 他还命将为引兵断后呢 飞仪这小子居然敢骗我 但我抓住他 飞杀了他不可 这小子是该杀了 你愿意助我 当然愿意 我也一直痛恨杨仪这帮文人 太好了 现在我们马上沿小路 赶到杨仪的前面 把他截住 大都督 武藏元的蜀军全撤了 看来诸葛亮确死无疑 太好了 给我追 父亲 蜀军就在前面 死马一休走 你又中计了 快点 撤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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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仁什 司马懿已经被下退了 已经去世的丞相 也能瞎跑活着的司马懿 实在是太神了 魏严和马带 银连一支人马 烧了前方的战道 挡住了我军入川的道路 真没想到 魏严这么快就反了 当与魏严对敌 方可拆开 禁住南正 魏严 丞相生前不曾亏待过你 你为什么要造反 伯月 这不干你的事 快去叫杨仪出来 我要和他说话 魏严 丞相早就料到你会谋反 叫我提防你 现在你要是有胆量 就再马上连喊三声 谁敢杀我 我就扶你是大丈夫 把汉中献给你 假如诸葛亮活着 我还怕他三分 现在他都死了 我还怕谁 别说连叫三声 就是三万声 也不是难事 那你喊哪 谁敢杀我 我敢杀你 我奉丞相密令 在他得意忘形时 将其正法 走 诸葛亮去世后 江维接管了蜀国的军事大权 他遵照诸葛亮的遗愿 整军被武 准备继续尾巴 公元二三九年 魏宁帝曹瑞定世 他八岁的儿子曹芳继位 朝中大权落到了大将军曹爽的手中 你父亲呢 他怎么没来上朝 家父兵得很重 无法上朝 大将军听说您病了 特命我来探望您 我 我不行了 你爹病得不轻 你们得替他准备准备了 父亲 你干嘛要装病啊 曹爽怀有野心 眼前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我 我不装病 他就不会放过我 你现在马上派人密切注意曹爽的动向 司马懿真病了吗 风坛在床活不了多久了 那我就可以放心地崴出游猎了 父亲 曹爽带着皇上和他的一般亲信 以祭祀先帝为名去高平陵游猎了 好奇了 这可是除掉他的好机会 马上通知咱们的旧部 占领洛阳 好奇了 父亲 洛阳 他将已掌控在我们手里 哥哥已将曹爽的家眷全部扣住了 好 我们就等着曹爽交拳投降了 可现在天子在曹爽的手里 他要使邪天子以令诸侯前来反扑可怎么办呢 我也担心过这一点 不过据我观察曹爽只是一匹猎马 只惦念着马棚里的饲料 没有远大的志向和谋略 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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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子马一发动兵变 你控制了洛阳 我的家眷呢 全都被软禁在家里 主公 不用惊慌 现在皇上在咱们手里 咱们可以以皇上的名义昭告天下 起兵征讨他们 我的老婆儿子还在他们手里 这么做他们怎么办 主公 如果现在还记挂着家眷 那不如向司马懿投降认输算了 我情愿弃光为民 当个过安稳日子的富家翁算了 曹爽把小皇帝送回洛阳交出了兵权 司马懿出任丞相 司马家族掌握了魏国的朝政 回到洛阳的曹爽不但没当上富家翁 而且全家三百余口都被司马懿送上了断头台 丞相 曹爽及其三族已被处决 赵儿 曹爽的部下你看该如何处理 父亲 除了曹爽的亲族夏侯坝 其他人一律免死 有官位的官父原职 这样有利于安定人心 说得好 成大使者应当有这样的胸怀 丞相 边防郭怀将军告急 夏侯坝得知曹爽未诛便去投奔了姜维 姜维在夏侯坝的引导下 兵出汗中侵入我境啊 姜维倒是会把握机会 父亲 眼下的局势还需要父亲坐镇京师 让孩儿领兵去对付姜维 姜维虽说不及诸葛亮 但也不能小事一余小心呢 遵命 大将军 大将军 郭怀将军将蜀军的水源切断 蜀军被迫后撤 断后的反贼夏侯坝也被我军包围 今天我就要活住这个反贼 宋传不慌 江水抬眼 郑伟 夏侯坝 你们收走 你收走 驾 要不是由诸葛丞相发明的联弩挡住魏军的话 恐怕我军的损失会更为惨重的 诸葛亮去世后 姜维首次出师北防 由于答应出兵相助的枪军没能按时到达 前锋部队的水源又被魏军截断 而司马师又率领援军及时赶到 使得姜维陷入窘境 最后只能退兵汉中 司马师见将为退兵 也还师洛阳 人人都怀疑我有意志 这让我心里无时无刻不感到恐惧 我死之后 你们一定要神之忧神 父亲请您放心 只要我们牢牢把权抓住 就什么也不怕了 公元251年 司马懿病逝 他两个儿子继续控制着魏国的军政大权 魏帝曹芳则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 大将军 刚得到的情报 东吾的孙权病危 什么 他前些日子不是好好的吗 听说八月初一那天 一阵大风 把他祖先灵前的几棵大树连根拔起 直飞到皇宫 他因此受惊成病 照这么说 他是活不长了 是的 陆迅和诸葛锦这些吴国老臣都死得差不多了 要是孙权再一死 咱们就有机可乘了 不错 公元251年 孙权在建业病逝 中年71岁 吴国的大臣们拥立他的儿子孙亮为帝 司马师得知孙权病逝 认为有机可乘 立即派司马昭率领三陆大军征袍东吾 结果受到东吾的完整不堪 双方经过多次激战 司马昭败退收兵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眼下最危险的敌人还是姜维 姜维得知我军新败必定再次出兵 我们得做好营战的准备 姜维太嚣张了 让我率兵去灭了他 徐志愿为丞相分忧 随大都督前往 好 那本相就任命你为前锋 随大都督一起前往讨贼 遵命 随大都督 徐智勇猛异常 我们镇前占不到半点便宜 不知重拳有什么对付他的好办法 来任我诈败 打他的埋伏 他恐怕不会上当 我看卫兵多次来断我们的粮道 还是用粮草来诱他上钩为好 姜维 快快出来和我过招 大毒怒 姜维不肯出来应战 恐怕是在等枪兵的增援 是啊 我们如能断了他的粮道 他就不得不退兵 此时我们在乘胜追击 定能大破蜀军 大毒怒说得极是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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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粮草运回去 快 快走 快走 阿 阿 中关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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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阿 阿 阿 老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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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你们的军服都给我拖下来